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7月13日 星期三 作為一個星期的中間 大家都是要努力工作的 今天的氣溫就是30度 外面就天朗氣清 這幾天真是熱到傻了 都不需要走出街 就這樣坐在家的時候都已經新水新汗 我自己只是沖凍水糧一天都要沖兩次才覺得夠皮 不然就這樣在家 如果不開冷氣的話都相當難頂 跟大家看看昨天的確診數字 昨天新增了2769宗的確診個案 稍為回落 但需要入院的患者已經多達1000人 現時每天都有過千名市民 經過深圳灣口岸不上 但離境前 必須即場做核酸檢測呈陰性 呈陽性的人會獲發紅色手帶 不能離境 需要自行坐交通工具 回到他們的住所 衛生防護中心就指出 根據過去的數字顯示 每天深圳灣口岸有不多於5個人職場做核酸檢測呈陽性或不確定 當局就會派發指示 叫他們必須使用點對點的方式離開 回到家隔離或去到社區措施隔離 當局指 得息有部份的陽性個案在口岸並未有即時離開 會與相關部門進行溝通 進一步優化防控措施 稍後會公佈詳情 關於離境方面 大家都要做多次檢測 但陽性的人似乎還未有好的相關安排 純粹是給他手帶 但你沒有嚴密監控 其實他在你面前坐的士 而且那個的士又是否抗疫的士 會不會就說轉頭 他又說想來多次 又或者他根本都不會乖乖地直接回家 他可能知道自己中了招 周街兜個圈走一走 兜完才回家也未頂 在這方面 政府就要做好一點點 監測多一點點 下一則新聞 日東村出現了雙屍案 懷疑在疫情之下又失業又欠債 所以母子兩人就在睡房裡玩宵夜食 父親登門的時候揭發了事件 警方表示單位裡沒有打鬥 亦沒有手掠的痕跡 檢獲了探盤和生前寫的書 不排除兩名死者是因為疫情之下欠債和欠相關的事情 警方表示兩名人士分別是55歲的女性 和30歲姓石的男性 根據警方調查 這對母子在這個單位就已經住了20多年 沒有精神病紀錄 在疫情之下雙雙失業和欠債 兒子也曾經做過運輸散工 媽媽也曾經做過超市收銀員 但已經失業了兩年 據了解 丈夫和太太已經離婚 雙方育有兩個小朋友 男死者是小兒子 懷疑是因為20多萬的債務 大兒子已經結婚和搬離上址 由於丈夫偶爾會過去探望他們兩個 在昨天上門探望的時候 揭發了這件事 這些都可以說是疫情之下的悲歌 20萬的欠債 我知道對於部分人來說 其實就不值一提 沒有了20萬 最多的心就痛一痛 但有時20萬對於某些基層人士來說 會成為壓垮他的一塊大石 有時錢這件事 真是又可愛又可恨 下一則新聞 在庫山村的的士發生了交通意外 撞死了一隻流浪狗 司機被指相當囂張拔戶 和街坊互馬 更是一度淡頭出窗外 就說打我啦 在昨天的時候 東九龍分別發生了流浪貓狗被車撞斃的新聞 其中在鑽石山庫山村對開流浪狗阿B 名喪在的士輪下 後續的影片就激起了網民的怒火 網上瘋傳的影片暫時沒有拍到意外的經過 只見到事後的士司機和街坊對馬 雙方都粗口橫飛 期間司機就多次侮辱拍片的女子為流浪女狗 亦都挑釁他人就說你幫拖啊來啊 原本是一場意外 但是就因為司機的態度過分囂張 引起街坊和網民的一面倒戈 口珠不伐 炮軍司機即使無法避免的意外 但是事後的態度也令人發指 直斥他為人渣 警方就表示 涉事的司機登記資料後 之後就已經獲獎放行了 三段影片昨晚在網上瘋傳 合共大概長三分鐘 其中兩段影片就可以見到 意外之後 狗狗就在馬路中心 的士就停在前方的十多米 拍片的女子就指責司機 你為何會這樣撞到人家的狗呀 撞到流浪狗呀 還露稱為何還可以這樣撞到你的氣壯呀 這麼囂張叫什麼名字呀 司機就在司機位高聲就說 喂 用不需要我告訴你呀 然後就撞到你媽媽這四個字 然後就用一種雨帶不屑的口吻 打999報警就說 999我在虎山道呀 撞死了一隻狗 還有一隻流浪女狗呀 還要一路說一路笑 總之就是不停互罵 其實有時候最重要是 態度問題 相信警方都會調查的 例如說拿車鏡去看看 究竟司機開車的時候 有沒有違反了一些交通條例 如果司機是正常開車的 真的隻狗無緣無故跳出來的話 司機其實就沒有犯罪 他態度不好 這些事的確是令人尷尬的 其實大家有時候都很明白一件事 看到這傢伙這麼囂張 想去坐牢 但如果這傢伙真是沒有問題的話 你也很難叫他進去坐牢 對吧 說起關於坐牢這件事 羅伯這件事 即是非專這件事 雖然絕對是今天的大新聞來的 但就不會在這裏說了 因為我想著讓我看多些新聞 搜集多些資料 打好份稿之後 才一次過去跟大家慢慢說 所以今天這一集 就不會跟大家說關於羅伯的消息 下一單新聞 那個食屎高層被勒索案 今天又有一點點新進展 呂被告就說 其實自己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 就被食屎男高層拿了初夜 因為怕自己丈夫知道 所以才跟丈夫圓房 老老實實 我覺得呂被告一定說謊了 雖然大家看不到那個31歲黃莎莎是什麼樣子 我也看不到 但在現今香港社會來說 有什麼可能是結婚了 之後才跟一個非丈夫以外的人 才是第一次呢 這件事不實際 正常香港的女生 還有你能夠有個能力 是跟食屎高層出軌的 很明顯他的知識也都是不錯 通常這些人 在香港地 即是得罪說一句 男的就比較虧搓 女的 你有心去玩 你16歲已經沒有了 18歲已經沒有了 20歲22歲 最遲的23歲都已經沒有了 你怎麼會說什麼 去到28、29、31歲才說被人奪去初夜 根本就大話連篇 還有我不當你年少輕狂的時候 出去跟別人玩 即是跟丈夫結婚 都可以一次都沒試過 然後就出去送了那次給人 真是沒什麼可能的 希望法官可以處罰一下這些大話症 下一則新聞 尖沙咀男子被黑漢夾至銀行 聲稱打劫求脫身 警方到場檢獲蝴蝶刀 拘捕了人 尖沙咀發生了打劫銀行的移運 在昨天上午11時 兩名男子進入尖沙咀金巴利道37號地下的中國銀行 期間有人低聲向銀行職員表示打劫幫忙報警 警員報案求助後 警方接報到現場攔截兩個人 並且在其中一人身上檢獲蝴蝶刀 其後以涉嫌非法禁錮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拘捕了一名36歲的男子 據悉警方追查後 懷疑案件涉及非法禁錮 有人疑似被債主協遲到銀行時乘機求助 現場消息指 被捕的兩人包括一名有黑社會和性和背景的36歲姓徐男子 事發時跟另一名35歲姓胡的男子去到銀行櫃台 胡男就跟職員說想去修改網上銀行密碼 但未能提供銀行卡和密碼有誤 在櫃台擾讓一番後 過程期間有人低聲說打劫幫忙報警 職員在起疑的情況下通知同事報警 警員到場時在現場附近手獲的徐男 在她背囊找到一把25厘米的蝴蝶刀 也在銀行拘捕了湖南 一度以為兩個人是打劫銀行的 但發現原來是債仔聰明用這種方法報案 不過不知道最後法官會怎樣判 以及警察會怎樣落案起訴 畢竟就算你說你是求救也好 但你真的做過一些令人感到警方的行為 你說打劫 究竟警方會怎樣處理呢 只是控告債主是非法歉詞 還是債仔這樣做都會有法律責任呢 這件事我自己就比較有趣 我也很想知道究竟警方會怎樣判斷 萬一將來有什麼事也好 看看這些招數能夠不夠自己之餘 還有就是說 用這些招數的時候 自己之後又需不需要負上法律責任呢 我對這些事就比較好奇 看看之後會怎樣 下一則新聞 問肥媽染疫的時候 自我旁邊就差點搞到精神失常 她就說自己忍不住在這裡哭 肥媽在昨天7月12日就現身尖沙咀出席名愛戀萬心的記者會的時候 提到早上拍片就表示自己不幸染疫 在居家旁邊首日就立刻發高消 不停流汗咳嗽又頭痛 令人看到十分擔憂 肥媽就表示已經康復了 在自我旁邊的那幾天 我真的差點精神失常 因為困住在房間那裡很辛苦 當困到第四天的時候 自己就忍不住哭 也會對著空氣中自然自語 跟老公說話 因為她的老公已經走了很久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不過最後肥媽熬過了九天之後就出關 現在就什麼事都沒有 檢查一下 我們 fo 只要自我旁邊 雖然肥媽就幸運,不用捉高彎 但是有些人是不出街不行的 你現在因為他染疫,所以你困住了他在家裡的話 可能真的會有些精神失常的 但是對於我這一類人來說的話 其實你給我電腦上網的,只要定期有飯吃的話 也不要說九天啦,其實九個月不出街,我也覺得可以做到的 好,下一則新聞,迪士尼被騙徒冒充出現了一個騙局 讓大家看看 新冠疫情之下,市民無法外遊 主題樂園成為了一家大小出遊的熱點 不過懷疑有騙徒是以極低價去銷售香港迪士尼樂園的產品 包括酒店住宿、餐飲和年票會籍等等進行詐騙 迪士尼樂園Facebook近日出現了近30個留言 內容都是同指被一個自稱為迪士尼員工的Carmen Chan扣起金錢 但是就沒辦法跟這名人士聯絡 迪士尼樂園回覆表示 攝氏人Carmen Chan並非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員工 並且就著這件事向警方報案 迪士尼又強烈建議市民應該是從樂園的官方渠道 或者是透過認可的分銷箱去購買樂園的產品 提防所有不可靠來源的賣家 總之都是那些人扮演員工 就說我可以便宜點賣給你 給你那些位置最好看 然後總之就哄你入錢 入回一千幾百 騙了三十個人的話 隨時這裡都代了三萬幾四萬元 相當富貴 希望警方可以早點抓到人 下一單新聞 又是騙案新聞 不過這些就不是騙個人的新聞 說騙一間餐廳的新聞 再有餐廳就誤墮騙案 騙徒就假務學校職員聯絡一間油麻地的餐廳東主餐廳 要求訂購大量的團餐 後來就轉為要求餐廳就是向指定的食品供應商 去代為訂購昂貴的食品包佛跳牆 當餐廳給了大量的金錢之後 騙徒就會失戀 有報章就訪問了這個餐廳東主 講述被騙的經過 希望業界引以為界 事發在6月29日的時候 一名男子操作不純正的廣東話 用匿名電話去致電店舖 就說自己是學校職員 希望一連三天就用餐 出價五千元一天 每天就訂五十份餐 講了一大輪之後 你家餐廳都是沒東西適合我吃 於是就說不如幫我訂購佛跳牆包 然後就用假的入數紀錄 即是支票檔那些 說我過了數給你 然後你就幫我向一間我介紹給你的食品供應商 訂購佛跳牆 然後指定時間就送過來我們家學校那裏 因為又是支票檔那些 老闆初頭帳面一看就看到 哎!是我銀行戶口那裏 真是多了一塊錢 好啦!我現在就過數給那間餐廳 即是那個食物供應商那裏 因為這樣一來一回的話 那間餐廳是有錢賺的 即是可以賺到叫做來回的那些手續費 那這個手續費也是一個不錯的差價來的 但是當他以為自己真的收到錢的時候 再去過數給那個所謂的食品供應商的時候 其實那個食品供應商 根本就是那個騙徒自己 即是隨便開的銀行戶口 過了數之後 即刻消失 那等於空手套白狼 就騙了這間食市的一大塊錢 但是這些騙案無讀有偶 原來警方就表示同類型的案件 兩個月內已經有16宗以上 合共的騙款額就已經超過160萬 那麼多 各位有時候跟別人交易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戶口結餘和可用結餘 那麼如果發電戶口結餘和可用結餘的數字 並不對稱的話 那就要小心點是跟支票檔有關 即是這件事不單止你做食事也好 做生意也好 其實你普通跟別人交收的時候 都要小心點 總之呢 除非那個人你真的絕對信得過 如果不是支票那些就不要相信了 有什麼事就直接支付寶 微信支付 轉數快 總之就即時現金過來 支票我就不相信的 總之就要抱著這個心態去做人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關於踩錯油門 踩錯油門 猛坎台灣的家氣油站的圍場 70歲的的士司機 滿口掛彩送丸 在柴灣就發生了驚險車禍 在今天凌晨3點的時候 一架的士就在安業街與豐業街交界的一個家氣站排隊家氣的時候 突然之間失控地撞進了站內的一副圍場 其間撞斷了防撞柱 撞爆滅火桶 噴出了大量的化學粉末 意外之後 70歲的男司機就嘴捕受傷 不是說因為撞車撞傷 是因為撞車那一刻 他就咬自己的舌頭 所以大家想像到他的口是甚麼情況 現場消息指 不排除司機是踩錯油門 撞車當作是給油門 調轉了 最後噴一聲就撞過去了 下一則新聞 有個男子在巴士作出一些猥瑣的行為 一名11歲的女童目睹之後報警 22歲的男子落網 警方在前天接獲一名11歲的女童報案 他就指自己在7月9號上午一輛巴士車廂裡 目睹了一個坐在他附近的男子 就作出猥蝕行為 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四隊人員接手調查 經過情報分析之後 迅速鎖定了一名目標男子 在昨天下午4點在屯門區展開行動 在管翠路的一個私人屋院單位內 拘捕了一名22歲姓陳的男子 涉嫌破壞公眾體堂 人員也在單位內檢獲這名男子 在案發時候所身穿的衣物 警方表示對於任何破壞公眾體統 或風化的罪行都會採取寧容忍的態度 尤其針對年幼女童的風化案 必定會嚴正執法地把犯人承之於法 保護幼少和婦孕 警方提醒破壞公眾體統屬於嚴重的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便可被判監7年 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這名11歲的小女孩都很厲害 即11歲已經懂得去報警 以及她應該有提供準確的訊息 便可以方便警方去捉人 這名11歲的女童 真是前途相當好 相當聰明 亦很淡定 下一單新聞 廉署拘捕了前中大學生會會長 說他涉嫌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 轉載叫他人投白票的貼文 那這些就值得了 許智峯那時候 因為他在外國 很喜歡叫人投白票 有些在香港的傻人 以為別人說我轉貼就沒事 結果好像有三四個人轉貼之後 還要用自己的Facebook 即一看便知道你是誰的Facebook 現在廉署便開始捉人 涉嫌違反了選舉舞弊條例 希望這些人可以受到應得的懲罰 亦令人可以怪責許智峯 許智峯便是冷氣軍司 原來在外國說到默默地 叫人衝自己鬆 下一單新聞 天水圍的伊麗莎白中學 舊生會小學分校倒車閘 押傷了一名圖人 令到一名圖人頭破血流 不過幸運 女士主受傷但清醒 有救護員即場為她急救進行包紮 那就沒什麼大礙 下一單新聞 尖沙咀尼敦道兩車箱撞 私家車產上行人路 藍圖人捱撞受傷 在昨天下午2點24分時尖沙咀尼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金馬輪道對開 一架貨車和私家車箱撞 據悉事發時私家車因應交通情況收慢 不過尾除的貨車收制不及撞上 私家車失控撞上幾米 即隔離幾米的行人路 撞及了一名圖經的47歲姓馮的送貨男工 現場可見到涉事的白色寶馬私家車產上行人路後停下 車尾有損位位置 藍圖人捱撞手腳受傷倒地 救護員接報到場後 為傷者治理和包紮 受傷的圖人清醒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私家車34歲姓劉的男司機 和20歲姓王的貨車司機事後在現場協助調查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的原因 下一則新聞 灣仔的珠寶店懷疑被盜 七件珠寶首飾不易而非 灣仔懷疑發生虧案 在昨天晚上10時 警方接獲利東街一間珠寶店 35歲外籍女負責人報案 指合共有七件價值6萬元的珠寶不易而非 懷疑被一名職員盜去 警員到達現場後 將案件列作為盜視案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 不知道是否那些員工 即是最後日或移民最後一天 趁老闆不懷疑 拿著珠寶 即是打飛機走路 下一則新聞 有一群狀漢闖入灣仔商下私人會所掃場 首持刀棍大事破壞 灣仔發生刑毀案 在今天凌晨4時 據報有五名新穿黑衣服的惡殺 分別持刀棍 闖入借飛到391號至407號 新時代中心高層的一間私人會所 在場內大事破壞後 立即逃去 警方抵制現場後 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處理 調查中暫時沒有人受傷 亦仍未有人被捕 這些可能是跟一些私人糾紛 可能是金錢糾紛 例如私人會所掃場 又或者是大家爭旅 諸如此類的事 相信都是離不開這些 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華明村進行反非法收債 拘捕了一名追債男 檢獲紅油和字條 上水分區的警員 在昨天下午2點50分時 在粉嶺華明村一帶 展開反非法收債行動 期間人員在信明樓對開 發現一名34歲姓洪的本地男子 刑跡可疑 於是上前攔截 結果在他身上檢獲了一罐紅油和追債字條 相信有人正在準備前往信明樓一個單位進行非法收債 這個追債人士 涉嫌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毀財產 拘捕了這名男子 他亦正在被扣留調查 下一則新聞 來到九圍線上刷單員騙案 49歲的女子中招被騙20萬 詳情不說 都是這樣 下一則新聞 俄青購買5萬元的手錶 交收後取消過數 警方拘捕了一名37歲的男子 警方在上星期69日接獲一名36歲姓許的本地男子報案 指早前有陌生人透過購物平台 跟他買一隻價值5.3萬的手錶 事主按照指示去到尖沙咀看口道一間中標店見面 和交收手錶 期間買家向市主展示了已經透過網上銀行過數 成功轉賬5.3萬的金錢去到市主的銀行戶口 市主翌日發現轉賬過數被取消 懷疑受騙報警 尖沙咀警區的警員經過調查 在前日7月11日在荃灣 拘捕了一名37歲姓姚的本地男子 以欺騙手段獲得財產 並且在這個人身上檢獲這隻手錶 被捕人現在扣留調查 警方指行動仍然進行當中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重申騙圖經常在網上交易平台搜羅有價值的貨物 並且利用網上轉賬交易漏洞 令市主誤信轉賬成功 直此騙取市主的財物 警方呼籲市民和陌生人交易時應該提高警覺 如果有移民的話 市民應該致電防詐騙熱線18222去查詢 下一則新聞 長沙灣村天降玻璃瓶險中母女 碎片淺傷年幼三姊妹 長沙灣在昨天中午下午3時發生高空雜物傷人案 一名母親帶著三名女兒前往上慶趣班時 途經長沙灣村長泰樓對開 突然之間有玻璃瓶從天而降 距離母女僅僅一尺外範圍墮地爆開 玻璃瓶也淺中三名女兒 三姊妹包括八歲的媽女和一個五歲的妹妹 腳部都被弄傷 由救護車送往明愛醫院治理 警方到場後封鎖有關範圍 現場可見是遺留了很多玻璃碎 碎片上的包裝寫有醋的字眼 警方把案件列作為高空墮物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 我記得以前高空雜物太過猖狂 所以在很多公屋都有裝天眼去留意高空雜物的情況 希望可以留意一下究竟能否捕捉到人 如果捕捉到的話 希望可以踢那個人踢走出公屋 把位置留給更加有需要的人 不過我也知道 我的話可能排到五十歲才有機會到我 還有我也在想 如果我有機會拍片的數目 可以越過了申請公屋這條數目的話 其實這些事比較尷尬 不知怎說 下一則新聞 沙田貨車停在橋上 被發現司機在睡覺 巡警調查後發現涉嫌罪駕 把男司機拘捕帶返警署 在昨天下午12時 一架貨車停在沙田火炭路往沙田第一城方向 近著運動場的天橋萬線 車上司機不省人事 剛好有警員巡邏 現場見狀上前調查 揭發了61歲的盧姓男司機身上有酒氣 於是立即替他做酒精呼氣測試 證實了他的呼氣測試超標 以涉嫌走後駕駛將他拘捕 下一則新聞 大埔公下兩個單位遭到連環爆洩 一個辦公室直接失去現金 在昨天上午8時31分和8時58分的時候 警方分別接獲大埔丁國路55號太平工業大廈二座的兩個單位職員報案 指兩個辦公室大門分別被叫和有損壞的痕跡 辦公室亦有被搜尺的痕跡 其中一個辦公室損失了3萬元現金 至於另一個辦公室恨保不失 警方經過初步調查後 將案件列作為連環爆洩案處理 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講完最後一則新聞 在荃灣村農有牛隻被困引水渡 消防外脅魚農處合力進行研究 昨天早上午9時有人報案 看到有牛隻在引水渡被困 大家一起去救他 期間救援人員用承索和承網固定了一隻大約250公斤的公牛 為他注射麻醉藥劑後 再合力把牛拖回行人路 牛隻最後的屁股有少少傷 不過沒有大礙 最後牛牛就已經回到山了 好啦 今天的神早新聞就來到這裡 我們待會的井仔再見 不過也是的 因為井仔就家裡有些事情要處理 所以暫時今天甚至可能明天的影片 都需要繼續在家裡錄音 不過這個是一個短時間的措施 井仔其實自己來說 都很喜歡繼續在新蒲崗那裡拍影片 好啦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待會再見 拜拜